请听张欣说室内设计大小事 以及我怪怪坏坏的心理话 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请听张欣说 我是张欣 因为我最近刚好有接到一个算是大学演讲 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 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很常到大学演讲 然后这次接到大学演讲 应该是睽違了很久 我很久没有去讲跟学生谈话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你知道就要回想过去 然后你知道到了这年纪要回想过去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了 我这个主题开始之前呢 我来介绍一下今天跟我的对谈人是谁 大家好我是Chris 大家好我是Rita 这两个声音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 就有两个像疯一样的女子 像疯子一样的女子 而且当时我们想要入Podcast 就我的主意吧 是吗 是我的主意 因为你想讲话是不是 因为他很喜欢讲话 然后他一直想要入广播 他想要当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你知道小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清单嘛 比如说你想要当早货店的老板娘 想要当老师啊 或者是在游局里面当盖令章的人啊 这一定都有啊 对我还想要当漫画店当那个 借漫画那个 我是想要当的就是家政老师啊 我就是不喜欢 对啊我就是不喜欢那种跟人群 接触抛头露面的工作 应该是讲说 我其中一个愿望 难道你们都没有愿望 这是清单清单嘛 就没有说每件事要翻很久 就这个清单就是 比如说小时候我们不是会 没有电视还不普及的时候 电视节目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都会听广播嘛 然后你就会听到那种 什么午夜情声 我觉得我们两个年代 我们可能顶多夜光家族 你知道 陪我度过非常青春的光阴 那是你青春的时候 晚上在感族的时候 就会你知道有这声音陪伴我 那我心里想说 我希望我也成为这个角色 可是我本来想象的是感性的节目 但后来加入你们两个 风一样的女子之后 就变得很热闹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是这样吗 没有我觉得很好啊 很好啊 嗯对 就是如果你那个频道 都一直很感性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拿来当助眠 有 真的 就是现在大家比较 就是素食一点的 在听 当月听人嘛 对啊 真的你知道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啊 我现在有点出牢症状了 我真的睡不着 我每次看Chris在旁边 睡到歪腰 我想说那你家喝捆 然后我就想说 不行不行 我要强坡自己睡着 因为我好累哦 那我就开电视 看着电视呢 我就会睡着 真的 听说现在Chris也是这样 看着电视就会睡着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从那个英国回来之后 我每天都睡不好 每天都四五点了还睡不着 后来我发现 我躺着会睡不着 可是我如果坐在客厅 看着电视 或看着YouTube 我就会睡着 对 我觉得是如果躺着 你可能会 你会开始想东西 对 你就会睡不着 可是因为看电视的时候 你是在读这个剧情 你的脑没有在 没有在运作 没有在思考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是放手 对 你不会越躺越有精神 对 然后越有精神 你会越恐慌 对 我当时那个什么 小国王猜对 你就执行长跟你聊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晚上什么 都看那个什么Discovery 然后就是什么 动物星球频道 狮子咬马 对 他就会对那种 所以你们这样就真的是出狼了 对 当今天可以跟一些长辈 聊起这种话题的时候 对 而且你看 为了要满足我这个愿望 你看 就特地从高雄来台北 就录个Podcast 所以真的是辛苦你了 真的 那我要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 都不能自己录吗 对 是谁开启这个节目的 都不能自己录吗 对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本来有想要自己录 赞同你 我本来有想要自己录 但后来 我发现就是 你知道我年纪大 现在讲话讲到一半会顿背 你知道 不会会有人帮你剪啊 这是理由吗 这可以帮你剪啊 不然你可以请一个运用主持人啊 对啊 而且 明明我们后来不是有研究出 可以远端录音的 工具吗 然后这一次我就跟张杰讲说 不然我们可以远端录啊 请Rita远端录 然后你还说什么 你说一定要让她来北上 不是 因为我想说要论伦敦 然后我们不是要这样子 后面 后面你才会有那个feel吗 之后 像今天这个主题就可以远端录啊 就是跟你要演艺术戏 你有没有对手是一样的 你要自己先在那边演独角戏 可能 很难入戏 既然你这么有同力心 以后就麻烦你了 没有啊 之后可以先列几条 就是独白的啊 独白 独白 然后再把它搭在一起 自己的独角戏啊 没有啊 就是先录一些 我可以帮你小一些主题啊 就是 自温自答那种 对啊 就是你想讲话嘛 下一季啦 下一季帮你 你一些自温自答的主题 嗯 我很难自己讲话 我觉得 自己讲话好奇怪哦 所以我才要你跟我一起讲话啊 那你不是就想要自己讲话 你就是因为你想要你开这个频道 对 那你又说 广播没有没有那个耶 没有观众也没有任何的来宾 少数会有邀请的来宾做官方 我怕那时候收听次数会下降 然后 然后行销就来跟我说 哦 因为我们可能就要关掉 就是没有 好那就谢谢观众现在还听了我们这个频道 听我们讲这些 胡说八道到现在 对啊 诶 我们今天切入一下主题哦 现在那个我们的YT YT频道已经进入11万订阅了 嗯 我是 最近我刚好才没有到 我一直没有注意这个 对啊 然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聊聊 就是 那时候想要拍YT的想法 然后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 让你走上这条路的人 是谁先让你开始拍YT的 对他是怎么包装我 对啊 那人真的太该死 对啊 我认识Chris那么多年嘛 我从以前他帮我出书 然后替我写的这些文案 然后什么创造张欣这个人嘛 的推手就是Chris嘛 然后YT那时候也是他率先开始的 对但当时是真的因为 我们有发觉说 嗯 必须要开始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我认识张姐太长太长时间 我觉得这一个人他真的话很多 哈哈哈哈 然后 真的他喜欢跟每个人真的 一直说一直说 不断的分享 而且是有用的资讯 嗯 我们就想说那 嗯 不如让他 可以发挥他的这个特长 让他跟很多人说吧 那我们就觉得那就 应该要开始经营自媒体 嗯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启了 这个不轨入 那时候好像我们比一般设计师 经营YT经营的早 对 当时好像YT 当然那时候还是已经算是一个 主要的媒体了啦 所以 但是就是室内设计师 比较少人拍影片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胖子啊 你那时候为什么觉得 我有成为YouTube的潜力呢 就是因为觉得你很会 分享大小事啊 因为一个室内设计师 当然也许他的设计能力很强 可是你是可以 一个 就算是比较平凡的事情 你也可以讲的 我知道了 讲白话就是 并非颜值担当 而是专业担当 是吧 你没有这么说 我没有这么说 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吗 而且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拍 好像就都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人 就是说这个没有那么普遍啊 当时就是 以室内设计来说 就是室内设计 没有太多的公司有拍 那我们 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做广告媒体类的嘛 所以本来就有结束这一刻 我觉得 你其实真的很可以 我记得一次触发 我决定要 让你开始做这件事情 好像是因为 有一次我去你家 然后你在分享你家的 应该是那个 进水器吗 顺热 还中导了什么收纳 我就觉得你真的太会讲了 就是你讲完之后 就是会让别人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那我就想说 其实如果用设计师的角度 去分享一些知识 或是设计师去开箱他自己家 应该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啊 所以我们就这么开始了 对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你知道 你知道 一定会有一支 一支影片 就是叫爆哄 就是说 那个点阅数特别多 我记得 那时候已经来到 90万的那一支影片 现在可能90几万 但是当时就是爬升速度快 我们 我记得回想起来 我们应该是拍第三支 就拍到那一支很红的影片了 对 然后前两支一表现也不错 但就第三支 但那一支 我觉得跟我造型一定很有关系 你那支是什么造型啊 你现在可以回味一下 那一支 你知道我那一支哦 拍完 你知道 我那时候拍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我家 拍我家 然后拍类似像我的 比如说房间厕所啊 跟一间这个系列嘛 然后就是 那时候我们就是打开房门啊 那时候我穿的就是比较居家 然后我想像 宽松的一个衬衫 对 然后 他因为他很在意 他自己上镜的样子 他每次拍摄种 所以问我们说 诶 Chris 你觉得我穿这样可以吗 但你知道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真的比较 风雨一点嘛 结果我觉得他穿什么都差不多 而且 我那时候想像我的样子 应该是那种 比较清新脱俗的感觉 是 他以为 结果 你知道 我就很 是邋遢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 不会啊 你现在拍的是你家耶 就是要比较居家 比较慵懒一点 慵懒的感觉 对 我就是真的很慵懒 然后我还 就一起穿 也是我还要直接拍的那种吗 不是 就是我的头发 没有太刻意的 对 而且我还到了 整理过 我还为了让大家看到 我在居家 那个就是 比较舒服享受的样子 我还弄了一杯咖啡 然后 就是我有时候会一边化妆 一边喝咖啡 然后我就把咖啡杯 拿到你知道厕所里 然后你知道 我心里想的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一面 嗯 好了 结果后面在剪 拍出来 他们在剪辑 然后我一看 然后后面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根本就是一个大神 然后我对他说 可不可以重拍 可不可以重拍 然后我就不准他重拍 因为他老师都会趁我们 呃 我带部门 把他们的事情做完之后 他看一看那个结果 他就会说 我怎么这么胖 我们这个可不可以重来 我可不可以重讲 可是因为我们在剪的当下 就觉得这支影片 异常精彩 就觉得 太自然了吗 就是很自然啊 胖到一个不行啊 没有那时候 我就一直说服他说 我说 没关系啦 你这样子的形象 反正大家会专注 在你专业的讲解上 就后来那一支 就是因为这样子很自然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 你去看下面的评论 不都是这样吗 可是你知道 下面评论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 那如果说 大家都有在看我们的影片 就会发现 就是我的那种减肥历程 有没有 从很胖 然后慢慢变瘦 变瘦变瘦 我都拿那支影片 来当你的第一张 因为那个时候 诶你知道 之前的那个 因为之前真的就是胖啊 然后大家在底下留言 就是那种什么 哦 这一支 裤子快要撑破了 对真的 真的酸鸣很多 讲话就是很不留情 诶可是我那时候 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 很难过 然后我还笑笑说 对啊 我就是胖 就是本人就是胖 可是我就 我会 就是认清这个事实 因为我是张演员嘛 诶可是我就 发现就是 最近开始 就会觉得 有时候拍YouTube 其实 你作为这个角色 其实我不太 一直去看留言 因为有时候确实 会有很多流一些有的没的 可是最后 最近的开始是秋季嘛 就是我的忧郁症爆发的时候 我就很不能接受这种留言 我觉得这就叫人身攻击 嗯 对 然后我就开始 哦 但就是会觉得说 很多成为这个角色的人 其实 我觉得内心的那个承受力要 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 对啊 确实啊 你算是公众人物了吧 也会有人写你哦 之后 嗯 没关系 我不会去看的 我连自己的片 我都不会 哦 应该这样讲说 我算是很乖的张演员 就是 我就是那个 只要 导演有要求我做的事情 其实我都能做到 然后我就一直不断提升我自己 然后 我想要请Chris分享 听不下去了 真的啊 你不觉得我就是可以 你说你说 好 就是我想要请Chris分享 你最意想不到的包容的片 就是你没有觉得说 拍摄的时候 你觉得其实很普通 而且我其实很受欢迎 我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通常最一开始频道 在企划的时候 我会直接参与这个企划嘛 嗯 然后你说意想不到爆红 其实直级设计师的家 算是里面最热门的系列嘛 其实那个当下我们 我们会企划这个单元 就是当时就觉得 嗯 他应该会是大家喜欢看的 嗯 所以那个反而还好 嗯 我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 自地自界那一支 知识型的影片 我当时其实并不觉得 那一支影片会很多人看 结果他也是排名很前面的 嗯 我那时候想说 自地之间这种议题 就是那么 比较生硬吧 但结果没想到你讲完之后 结果那支影片也是 很多人分享 跟很多人有回想 所以也有 但是知识型的 对 因为你知道 像我跟Chris的角度不同 因为我们都属于就是 嗯 专业 专业 专专业者嘛 嗯 专业设计师 专业设计师嘛 就是我们不太会去理解说 哦 这个分享 这个点阅数 我们不太会理解那个关系 嗯 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 哦 这个讲不好 可是其实在你 哦 对 对 因为我们很容易讲的 太过深入嘛 嗯 对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说 诶 这一段你讲了 大家会听不懂 可能我们要怎么修正 这样子 所以你是不是 你看我是不是很乖 我现在讲 大家会听懂吗 对啊 嗯 是这样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哈哈哈哈 那 我记得就是我们当然就是 一路经营到现在 达到十万订阅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应该是你的心情是什么吧 我的心情哦 就是 因为你会越来越鞭策自己 因为我会有那种 类似像强迫症你知道 嗯 你会做这个角色 你就会有强迫症 跟完美主意的啦 我会越来越 因为你会觉得 你要做这个角色 然后你就会希望什么东西 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当 比如说 诶别人可能在留言底下 不小心被我看到 嗯 你要看我那个时候 心是坚强的还是脆弱的 然后如果你是坚强的 你会觉得无所谓 你是脆弱的时候 你会想说 就是你会开始会很 注意自己所有的言行 或讲出去的话 甚至 你会不会觉得说 啊 可能会带给别人压力 或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你会给人家什么想法 你会开始注意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嗯 你知道 有时候你面对 你创造的这个东西 可是你自己 嗯 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想到那样 应该说 我觉得你一直以来 我认识你到现在 你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因为我都一直记得说 我们开始拍YouTube的时候 因为虽然企划是可能我 或是带行销部去做企划的内容 但是你永远在讲的时候 你都会怕说 哦 我现在如果这样子讲 会不会带给大家不好的影响 或是我现在如果这样讲 是不是我偏破了 对 或是我这样子 呃 可能 可能我这样子讲会造成 哪一些 比如说厂商啊 他们以后可能会 有不好的影响 那我觉得你算是 非常负责任的 小公众人物 可以这么说 对 我就是这个很纠结 你就会怕 讲不好影响别人 然后 呃 你带头说了一些不对的话 然后去影响 就是你知道导错方向 对 然后你就又怕说 那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无聊 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 你没有办法讲一些刺激的言语嘛 可是我后来决定还是回到 就是该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偏颇比较好 但我觉得这一点是 蛮多网友喜欢看我们频道的原因 因为刚刚有聊到说 比较意想不到 但是却很多人看的影片 其实坦白说 一开始我在认为说 我们拍经营频道 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会流量很好 是因为我们公司刚好操作的案型 不是那种小评数 也不是那种老屋翻新 什么鬼屋变豪宅 那种很好操作一些 耸动型议题的这种团队 所以我们的案例都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评数又很大 就变成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觉得说 它不是一个流量密码的那种主题 可是可能因为你很真诚的分享吧 就造成了说有一些观众他也很喜欢 就是你比较温和 然后也比较真诚的一些分享的资讯 我觉得这一块算是有意料之外 所以你等于是一开始在帮张欣 这个品牌打造的这个定位 这个价值 你想传逆的价值 就已经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是你的人设 因为很多人在说做行销 或是做品牌的时候 其实定位很重要 那因为我们通常包装会 以张欣这个人 去带这个团队嘛 他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这个团队 综合的价值观 可是如果在包装的时候 他离你这个人设真人 或者说你真人的性格 或是你的价值观太远 其实是做不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做你的包装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平常常传达的一些 理念啊 比如说比较实用 比较有温暖的设计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包装 其实是没有太难 因为他跟你真实的人 其实相去不远 我就说因为拍你的频道 就是因为你平常 会讲很多很多很多事 我就想说你跟我们讲 不如跟大家说吧 你不如去骚扰大家吧 不如就把他拍成影片吧 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在包装上 我觉得他跟你的人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距离的 那你拍到现在 因为10万订阅 虽然也不算很多 可是我相信也是一个 就是有蛮多人会看你的节目 你后来去外面 有被认出来过对不对 有啊 就是去那个妇产科医 好尴尬 你知道 是被粉丝还是被屋主 粉丝啊 他怎么来跟你相认 不是 他是医生还是 他是医生啊 而且 点检查 就是挂号的时候 就是他们已经知道 是有个叫张新人挂号 然后那个挂号的时候 下来就说 我们医生很喜欢你 等一下你就会见到他了 然后我就很尴尬 因为那是妇产科啊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我跟医生中方都很镇定 然后你知道他需要内针 我也很镇定的内针 好像被认出来 不是一个 太轻松的关系 而且你就拿药的时候 换药时说 哦 我们医生很喜欢你耶 然后 你要记得吃这个跟这个 对 还有再去吗 还有再去哪一间吗 哦 好像那时候没有去了 没有我有保养好自己 因为那时候 就是女生嘛 常发言 我后来那时候就认真保养自己 这个蛮尴尬 真的被认出来的 蛮害羞的 我记得你好像去 法廊还是哪边 也有类似的 也被认出来啊 不是吗 你好像说去剪头发 好像有耶 去剪头发的时候 还是去做指甲 还是干嘛 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个 跟美妆美容相关的地方认出来 对好像 你有很常被认出来吗 你是走在路上会被讲的 而且 可能因为你用本名在走跳吧 对啦 还没有取一个医名 不是是因为 后来认出来 他们 其实 当场他们会跟我说 是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有点辨识度啦 对 但我现在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比较好 你知道其实我最近还在跟那个 我们家小光聊啊 说 因为早期 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是从工地出来的 所以我就会很常 就是在工地 你要跟工班讲话就是台语啊 然后还要夹杂一些脏话之类的 然后早期开始拍的时候 拍电视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在外面讲讲讲 私底下就是还会跟朋友 就是会有那种 你知道比较 比较粗犷的字眼出现 但下一秒就会有人说 你是张欣 然后他说 我刚讲那句话 他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就还是要维护一下形象 有一点包袱 对 但我现在其实 还是会有修正啦 你不是就是 我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人 我会把自己修正到 应该有的那个程度 对 那你自己拍到现在 你有觉得你是 喜欢被拍摄 因为我现在你之前 有跟我分享过说 你拍摄的时候 跟一般你在做设计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偶尔去做拍摄工作 好像也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之前 应该是现在快五十嘛 就是好像四十八岁之前 我都会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四十九岁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要回到就是自己的样子 现在就会希望说 我是我自己 我不太希望 我要必须要变成别人的样子 别人期待的样子 我不想 因为特别是正确 倫敦有了自己之后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现在都蛮直接 就是我觉得不想要 我会说我不要 其实我比较不会这么的顺从 或者是顺应大众的眼光 因为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自己 因为那要五十啊 就会 你就会觉得说 你的人生没有那么长 那我觉得忠于自己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忠于自己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其实 也还是跟我的理念是相符合的 对啊 你都喜欢拍 所以我刚刚想说 再问哪一拍 我就是难道说 哦 以前我都要演得很端庄 现在 立刻彰化标出来 对 应该是想我喜欢分享 那分享的方向 你会喜欢有人拍摄 是因为你想要把这个分享出去 但你说是不是成为YouTuber 其实它不是我的重点 就像我们公司有很多内部的内讯影片 是我自己拍的 其实我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诶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什么 然后怎么设计 怎么样方式更好 我喜欢的是哪一块 所以有啦 有喜欢啦 还是持续的喜欢分享啊 但本质 本质就是来自于喜欢分享 他刚刚那一拍摹 没有他刚打Face我问的那一拍 我内心在想说 他是不是变相在告诉我说 我年纪大了 现在已经没办法好好的 看到Round Down演出 他其实是啊 然后现在Round Down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 因为他完全就是一个 会脱稿演出的人 其实以前我在带一些行销部门的同事 他们如果刚要写脚本 都会一直跟我讨论说 诶我这样写好不好 我那样写张姐会讲 诶我这样写 我都说 你大刚列好 差不多了 因为他不会照你的稿演出 我说那个稿呢 是写给在现场控场的人看的 如果今天张姐 提词机 对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讲一讲他会说 诶我现在要讲什么 嗯 那个时候 呃现场场控的人 要可以去提醒他 所以那个稿是给你们自己看的 你非常了解他 我说张姐他今天是一个专业设计师 他怎么会需要你的稿 去辅助他讲他现在要讲的话呢 那稿是给你们自己看的 如果你们很成熟 那个稿就是给大纲 因为张姐从来没有照稿演出过 嗯 嗯 没错 所以有时候行销会在就是 开拍前一刻 然后 拿上 拿上大杠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案子我自己的啊 我自己很清楚啊 然后因为所有的案子 都会跟张姐讨论 所以张姐也很清楚啊 我们两个其实没有脚本 是无所谓的 对其实是可以 其实脚本只是要控制现场 该讲的东西 诶清点一下有讲到 然后重点是不是都有带到 对啊 然后剪辑的时候可以剪出重点 大概就这样 那因为其实现在我跟Rita一起在拍摄 我想 你看我们从 蛮早之前就有开始一起拍 嗯 你觉得跟现在你跟我拍摄 你觉得我的变化是什么 你的变化哦 对 有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你忘了吗 勒万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一户 后来我们拍了有一个透天 我后来就换了方式跟你拍 KD的 诶怎么这样 有啊 勒万他都是属于 因为那个勒万我就是第一次拍 然后第一次拍我真的很紧张诶 哦那时候在想说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对对对 就是要不要都在镜头内或者是 镜头内是谁 然后有一个人在镜头外访问 看什么样的流程 感觉可以比较清楚 可以让观众看得出来 因为我真的有一次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 我很尊敬的跟你讲说我老了 哦有啊 他就觉得说 我就说为什么要把我推出来嘛 我就说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 嗯大家都不喜欢 嗯 但没有我觉得蛮喜欢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是蛮喜欢的啦 对啊 然后我就是 因为我的暗子嘛 对 就是 他有他的光芒啊 对不对 而且我要说的是 嗯我觉得Rita 其实有她自己的特色跟光芒 然后我说我老了 我要协助 他要让别人发光发 他要让那个抢枪跟后浪 对对对 他要让后浪出来 后浪准备要包 对 后浪出来对前浪 对 可是前浪太高 哈哈哈哈 退不到 哈哈哈哈 而且我那时候跟他拍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 先全部顺一遍 对 然后后来我们拍了就很顺 对啊对啊 就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两个变成是可以对的 应该是我的心境有变化 我的心境有变化以后会牵动你 嗯 因为我其实是 会让一步的方式 就是 哦对啊 他不会就是一直要拉主key 他就是 会希望他可以 慢慢的 往后走 对 但是其实 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忘记了吗 哈哈哈哈 没有这种可能 哈哈哈哈 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常常那个啊 开启订阅 订阅什么小铃铛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 他都已经念几百次了 还是会卡齿欸 可是我觉得 我跟你讲 行销在拍他 因为我已经比较久没有去跟拍了嘛 然后 行销真的每次在剪他的那个花絮 都蛮好剪的 因为他忘词卡齿特别多 如果哪一天讲的特别 所以行销就会 讲说 怎么办 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剪 就后来有人反映 他们喜欢看那个花絮 所以很好笑 还有一次你跌倒嘛 对啊 我想要蹲下来介绍那个柜子 搅一软 哈哈哈 然后拍摄还是蛮好玩的 那你觉得 你觉得现在 你开始有拍摄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在目前的感觉 在目前 就越来越自然吧 嗯 就是反正 就会像以前老师讲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一个很怕生的人啊 感觉得出来吧 社恐 我就是哀人 对对对对我就是社恐 我也是社恐 所有任何要在那种 大众面前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以前可能 小时候 国小 欸你要在班上 做什么 唱歌 唱 表演 唱台表演 之类的 我都觉得他好烦喔 天哪 然后 然后老师 然后老师就说 你就把下面的人都当西瓜 哈哈哈 所以我后来拍摄前面几次 我想说不行 他们都是西瓜 他们都是西瓜 没有其实我后来 是换了一个拍摄模式 跟他拍 其实 其实我后来习惯就是跟他拍摄 就比较像聊天的感觉 对我就会先走一遍 我会跟他先走一遍 走完再拍 就Rita就 变得很自然 因为这一题在问说 欸你 你现在你的心情会紧张吗 现在不会紧张了 就完全不会 对啊 我们因为你知道我去 其实我很期待跟Rita拍摄 是因为我会去高雄 然后他也期待我去 有吧 两天一夜吗 我真的说有 哈哈哈 有啊 哈哈哈 哪有 我跟你说 我人都来了 我 我只能说有 哈哈哈 然后又有时候 我可能没有办法很早去 我说Rita你先去 公开先享受 三点就给他录房 嗯 对 我觉得先去 用健身房啊 吃他们的下午茶啊 对 因为我觉得他平常在 家里面的 家妈妈的那个角色 什么类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他可以放松一下 嗯 对 然后我们就会晚上聊天 但还是录卡卡斯啊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也都在工作啊 但就是换一个 环境 对 就是稍微脱离一下 因为职业妇女 其实我觉得很累 因为工作已经这么高压 时间那么长 回去可能还要处理家务啊 处理小孩 你回去要哪里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对 所以就是 稍微出来也算是 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但是比较松一点 转换一下心情 对 而且你看又加上我 对于那个饭店的要求 是我们就会住得很舒服 嗯 对 诶 那瑞塔 你现在开始有人 认出来你了吗 但没有啊 我找到很 没有很多 就是有屋主有在follow你的 有 没有屋主在follow我吧 不是说还有人想要吃你的灵魂咖喱吗 我觉得 哦 那个是屋主啊 那个是配合过的 并没有 我跟你说我觉得 我们不是有那个脏店杂货店吗 软妆店啊 也有杂货店 甜甜店吗 甜甜店吗 对啊 你是说干嘛点 可以卖你的灵魂咖喱 调料包 真的还是我们去谈一个异业合作 真的 我跟你讲 Rita的灵魂咖喱 真的要自己调 你知道她去巴黎 都在买香料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说 那个香料真的很好吃 我去英国买的那一罐 这个台风架我就烤了半集 非常好吃 而且我不是还去英国 我们不是去吃那个Nandos吗 然后我不是有买两罐酱料回去 对 沾那个真的 一秒回到伦敦 你有没有办法就是研发出Nandos那个酱料 没办法 你不是用舌头藏就可以藏出来吗 没有它那个有太多 我跟你说 你要去看那个最近很红的那一部 黑白 很好看 真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推什么师傅之类 以前 以前我很会煮以前 我觉得你不要再回味 对 一当年 你现在可以开始 重拾你的锅铲 放下你的笔 放下你的iPad 重拾锅铲 我们来 比一场 他要跟你比可能距离大 因为我行哦 我跟你讲说 我刚去伦敦煮了 前两天 我还让我自己拉肚子拉一直 有啊 那时候就一直问我说 要加什么吗 是不是什么要加盐 他还教我就是步骤 步骤 我还给他步骤 对我那时候很教而已 他买了一堆食材 他不知道他要怎么煮 树叶有专攻 放下你的国产 拿起你的地 那我问你哦 你觉得上镜头前 镜头后的好处是什么 对啊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嗯 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耶 部主应该不要再跟你说 我一定要张姓吧 不会他们 他们会问说 不过我是有这么回复 有人问说 诶那真的每个案子都是 张总监处理的吗 那对啊 对啊 对我说我们是团队合作 然后有一些务主会期待说 诶那我们任何的过程等等的 他会出现吗 我说不愧 因为他现在的那个 主要的工作就是 当网妹 他不会再过前 你都不会直接 你说要看他要去youtube 你跟他说 我也是用youtube看到他的 不是他每个案子都会讨论 就如同我们拍影片所说的 但他不会出现在 就是 回忆里 因为我也有 因为他在拍片 哈哈哈 因为我有色恐啊 我有色恐 哈哈哈 我们讨论的时候都是 诶 所以我就要讲 你看我们 我们会聊到说 你上一次不知道坏处是什么 有 坏处是什么 坏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可能看 看我 因为毕竟大部分露脸的 还是你啊 嗯 坏处就是酸民啊 就留言 哦但其实我没有很在意的一些 如果我真的看到的话 我不会在意 我就会一笑置之 诶 诶拜託真的要在意这些的话 你到底要中多少件啊 我之前 我之前真的是不在意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开始在意 我也记得你以前是不在意 因为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看留言嘛 对啊 你还会笑笑的说 他说我裤子快爆掉了 好好笑喔 哈哈哈 对啊 你以前都是 还会自己截那个图 跟我们说你看这个留言 有多好笑 对啊 我觉得是心境的问题 对啊 不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可能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某几个人啊 当然你 你 你一样会有 就是可能很喜欢你的人 跟不喜欢你的人 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你只要是 公众人物 半个公众人物 都会这样 你就不用在意啊 你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对啊 喜欢的人他就会看嘛 真的 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去看别人 对啊 对啊 不用这样边看边骂 真的真的不用在意 对啊 如果真的有人说的话 我也不会在意啦 嗯 对反正他讲我话话 我不痛 而且Rita又要 顾小孩又要吃饭 对啊 我到那个时间 我到那个时间 那边难过那个 我不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 对 因为你是这样 你是多愁善感的人 不是是因为我忧郁症 我跟你讲 我有忧郁症 你们不要在前面那边 给我乱写东西 我一忧郁症记得看到的话 哈哈哈哈 我们就是用鼓励 对 代替 曼嘛 嗯 没错 这世界会更美好 哈哈哈哈 最近为什么那么 劝世文 那么感兴 忘周知 哈哈哈哈 对啊 因为其实 确实因为 我会想要 除了YouTube之外 就是像Pakest 我会想要分享的是 我们又不能想说 我们老一辈的经历是什么啦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工地 有很多这些细节啊 或者是很多想法 其实是可以分享的 嗯 我认为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聊聊过去 一直经历 在什么 你们这些人又一个偷笑 不是 他一直讲过去 我们就一直想说 为什么要一直益当年 对 他益当年 就是 你现在就是初老 你又不想要服老 那好 我们就不要一直再讲过去 然后我们聊了一天 他突然发现我儿子已经23岁 然后他们整个 说 你老公是娶卫生命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现在有没有很乐 是有啦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 心滑怒放 对啊 而且我在球场上表现不错 他们就觉得说 我不是那个年纪的人 嗯 那很好啊 对你就是朝你快乐的事情 去做即可 以后就是在秋季时间 录的这个Podcast 就会说 嗯 大家好我是张鑫 多所散感季节越来 我是现在有忧郁的张鑫 这样 这个节目就是要 大家抱歉了 什么心情挺 就是爱护一些 可爱动物的感觉 对 对 现在新增者是越来越多 平台越来越多啊 但 就像你们讲的啦 就是我们 做好自己 就不要在乎别人 怎么看待 就是保持我们自己的初衷 继续录下去 那还有什么能突破的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吧 对啊 那这一次的Podcast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咯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到 IG小儿子私讯给我们咯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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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